30年前两个台湾的GDP就等于整个中国大陆的GDP 而今天台湾的GDP甚至都不如对岸的福建省 在30年前和台湾谈两岸统一的条件是非常宽松的 国旗军队名字都可以改 但是到了今天再谈两岸统一 台湾有任何的筹码吗 什么都没有了 大家好 我是职业打脸人磊哥 今天咱们从涉图日记那个巴炯 从他咱们来聊聊台湾现在的处境 从他的视频内容中跟下面的留言可以看到 基本上都是30岁以下的台湾年轻人 民进党立委王浩宇之前在媒体上就公开说过 台湾的年轻人是最好骗的 现在台湾的年轻人连中华民国都已经扔掉了 张口闭口就是台湾国 真是让人笑掉大牙呀 全世界有几个国家承认有这么一个台湾国呢 好家伙自己骗自己呀 跟你玩想象这一块了知道吗 闭上眼睛就建国了 现在台湾还有几个邦交国 全世界有一个大国承认台湾吗 就连美国都不承认台湾是国家 台湾的性质就是前朝余孽割据我国领土的非法政权 联合国里有台湾这个国家吗 五大常任理事国里有一个承认台湾是国家的吗 现在的台湾上到民进党下到年轻人 已经把中华民国扫进垃圾堆了 蔡英文对着中华民国宪法宣誓 对孙中山相鞠躬 然后扭头就违反宪法 不承认中华民国宪法中国家统一的这条款 这不就是个骗子吗 我还是那句话 有种让蔡英文宣布修改宪法 宣布独立建国 你就看到时候我们揍不揍你就完事了 为什么解放军的军机每天要飞台湾 有种你朝解放军的飞机开一枪试试 你就看我们揍不揍你就完事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底线思维 只要你台湾敢开第一枪 只要你敢修改宪法宣布独立 直接武力统一 蔡英文为什么不敢 为什么当时蔡英文嘱咐空军说 谁向解放军开第一枪 就地马上正法 因为他非常清楚 什么是中国大陆的底线思维 其实台湾对于年轻人的洗脑 无非就是两方面 一种是基于西方的意识形态抹黑 另一种是从教材上进行洗脑 其实这两种方式都是美国人侵传的 在之前的香港也是这种情况 咱们先来说说第一种意识形态的抹黑 很多的外国人没去过中国之前 都带有非常明显的偏见 比如说中国独裁 比如说人民被压迫 但是到了中国亲眼见到了 感受到之后 他们无一例外都爱上了中国 因为这个国家真的是非常的nice 这里面的例子就太多了 比如英国的巴雷特父子 美国的柏君然 王德忠 加拿大的大山 还有简真尼 他们为什么变成阳子干五 因为他们真的是喜欢中国 愿意去传播中国的文化 增加彼此的认识 他们也是对西方长期以来的造谣跟抹黑 进行一种回应 而西方国家一直以来都把自己资本主义 这个意识形态抱得死死的 为什么呢 咱们就看看这次美国德克萨斯州 遭遇极寒天气之后的种种情况 你就了解了 现在的德州仿佛是电影后天里的场景 老百姓家里断水断电断气 为了打水 老百姓需要排长队 冒着严寒在外面打水 而德州参议员此刻却在墨西哥度假 德州科罗拉多市的市长直接发消息 说政府和电力公司不欠你们的 别成为制造问题的人 只有强者才能生存 弱者只能被淘汰 因为他的这番话引起轩然大波 最终他被迫辞职了 他是不是人民选出来的市长 那他竞选市长的时候 他敢说这样的话吗 这至少说明他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 而且为了个人的权利 为了竞选上市长 欺骗选民 而现在德州大面积停电 而市中心富豪们住着高层建筑 摩天大楼却灯火通明 德州的电价暴涨200倍 一度电甚至要9美元 而且普通老百姓想用 你都用不到 而摩天大楼里的那些富豪 根本感受不到外面的极寒 因为他们不但花得起暴涨200倍的电价 而且他们的建筑物全部都有供电 所以就看到这样的场景 外面一片漆黑 只有那些摩天大楼 灯火通明 然而西方国家却一直在攻击中国的国企 攻击中国的国家电网公司 说这是国企垄断赚取暴力 那到底是谁在赚取暴力呢 贼喊捉贼 一直是西方一贯的伎俩了 而反观中国呢 中国人可以和平安定的生活工作 没有乱七八糟的意识形态斗争 没有人民因为政治操作导致的对立 这才是一个可爱可敬的国家 这也是为什么那些老外来到中国之后都爱上了中国 那么再看看台湾呢 为什么台湾每天都要搞政治操纵 为什么让台湾因为政治意识形态进行对立 为什么台湾一直拿不到疫苗 为什么台湾无视生活贫困的民众 为什么要给年轻人洗脑呢 因为这都是为了那些政客 可以捞取个人的政治利益和金钱利益 那么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就摆在所有台湾人的面前 为什么台湾现在无视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让台湾的老百姓承受着高昂的检测费用 并且政府还要隐瞒疫情急换的信息 为什么无法获得疫苗 你们听听民进党立委怎么说的 就我们两岸相关的规定 我们不可能使用中国疫苗 因为中国跟台湾有一个敌对的关系 就是中国对我们的敌对关系 它有一些敏感的预付进来的 所以我想这应该是一般的标准 说再加上台湾的特殊处境 台湾其实非常的不适合 让中国疫苗进来 他说两岸规定到底是什么规定 他说中国跟台湾有一个敌对关系 到底是谁造成了这种敌对的关系 为什么马英九时期 大陆跟台湾的关系都不错呢 而民进党一上台 马上就变成他嘴里所说的敌对关系呢 他还说中国有一些敏感领域不进来 到底是谁敏感 到底是谁逢中必反 他还说台湾的特殊处境 到底什么是特殊处境呢 最后他说台湾非常不适合 让中国的疫苗进来 台湾的朋友们知道为什么了吗 因为台湾的民进党 就是靠敌视中国 靠逢中必反 靠操纵两岸人民对立上台的 所以中国这两个字在他们那就是高压线 他们宁愿牺牲台湾人的生命安全 也不愿意主动跟中国大陆购买疫苗 那既然民进党这么说了 那好 我作为一个大陆人 现在就盯着民进党监督你们信守承诺 别他妈用中国的疫苗 其实啊 我说句实话 我是非常非常感谢民进党的 要不是他们这一通无脑仇中的操作 可能两岸的统一还需要等很久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大概20年前 那个时候大陆的年轻人都看台湾的偶像剧 综艺节目 听周杰伦 两岸大三通开通之后啊 很多人都去台湾旅游 所以大陆人那个时候都对台湾抱有一定的好感 觉得台湾经济发达 各方面都比大陆好 但是自从台湾被大陆彻底的超越 这种超越不单单是经济层面上的 而是全方面的碾压 现在台湾人都是来大陆的公司打工 看大陆的电视剧 玩大陆的网游 看大陆的综艺节目 用着大陆的APP 20年前大陆人是仰视台湾的 现在可不单单是俯视台湾了 而是完全的鄙视台湾 看我的口型 鄙视台湾 就是看一眼都嫌恶心的那种 而加速这种情况就要感谢民进党了 台湾的媒体对于大陆每天都在抹黑 疫情爆发初期 搞仇视大陆 禁止口罩出口大陆 甚至台湾老百姓自发邮寄的口罩都被禁止 并且对中国大陆无穷无尽的抹黑 让中国大陆人民以及台湾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这些台湾政客的心到底有多黑 所以在20年前没有人谈武力统一台湾 而今天武力统一台湾已经变成了大陆这边的主流民意 虽然中国大陆官方的态度还是谈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但是从官方无论是两会还是对台工作报告上都已经很少再谈了 因为现在官方也很清楚台湾的问题现在已经完全不可能和平统一了 因为现在台湾有大量的恶势力以及美国的爪牙 而且他们对台湾年轻人毫无底线的毒害 现在再谈和平统一就是对台湾人民的极不负责任 因为只有武力统一 把蔡英文苏贞昌赖清德陈时中这种战犯通通送去见阎王 才能震慑台独 才能把台湾的恶势力连根拔除 而台湾当局因为自己的政治利益 毒害年轻人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现在从幼儿园开始就利用幼儿毒宣扬两岸的对立 宣扬台独的思想 然后想尽一切的办法把投票年龄不断的降低 你再结合王浩宇说的那句台湾的年轻人最好骗 那么你一下就明白了吧 你们就看个社图日记频道下面那些年轻人的留言 真的是无脑反中 只要一喊神秘的咒语民主自由 一个个马上就发神经病了 王浩宇说的话太对了 台湾的年轻人真的是太好骗了 太傻了 而从这方面看 台湾的年轻人只是民进党利用的棋子而已 只要民主自由就是好的 大陆就是独裁邪恶的 而因为这些人绝大多数从没到过中国大陆来过 再加上长期的洗脑就成了我们嘴里说的台独井蛙 台湾有很多频道主那些骂中国赚流量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可以骂领导人啊 你们能吗 拜托 蔡英文她确实该骂 她为了讨好美国 牺牲台湾人的健康 进口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 买大量美国的二手垃圾 为了吃回扣 上次失踪的飞行员蒋正志 还有人提到吗 有一个台湾有知名度的人还提蒋正志这个名字吗 所以蔡英文当局她确实就该骂 而我们的习近平主席呢 我们是真心的爱戴她 因为她真的做的是非常的优秀 自从十八大以后 政府各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提升 而且习大的高瞻远瞩 很早前就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看看现在的世界吧 是不是应验了 这么优秀的领导人 我们爱戴还来不及呢 为什么要骂呢 你有什么资格和理由骂呢 仅仅三十年的时间 大陆人民对于台湾从羡慕到厌恶 再到仇恨 这都是台湾人自己一手造成的 所以依然抱着台独思想的台湾年轻人 你醒醒吧 面对现实吧 你们现在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 知道吗 现在的台湾部队需要你们 赵绍康在节目上对着台下的台湾大学生奔 如果打仗大家要不要当兵 结果台下这么多人只有一个人举手 这就是台湾年轻人的态度 而在看我们中国大陆这边的年轻人 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壮烈牺牲的边防战士 他们可都是00后 刚刚20岁的年轻人 参加过中印冲突的年轻战士 本来可以退伍回家 结果全团拒绝退伍 继续留在中印边境 台湾的年轻人你们怎么比 巴炯还拿出他的资料证明他自己当过兵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台湾如何当兵的吗 为什么台湾的军人都叫草莓兵 超过38度不出操 出操还在打太阳伞 新兵三公里的及格标准是19分钟 而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女兵 三公里的及格标准是17分30秒 你们台湾军人连解放军的女兵都不如 知道吗 台湾海军游泳池训练 1.5米深的水都能淹死人 前国民党中将率化民他说 他曾经和一个台湾年轻的士兵聊天 他问如果有一天解放军打过来了 怎么办 台湾的士兵说 我妈妈说要是打仗了 就赶快坐计程车回家 帅化民旧又问他 你难道不怕政府回头找你算账吗 台湾这个士兵就说 解放军如果真打来了 一周之后政府就没了呀 看看吧 听听吧 所以金灿荣教授说的一点都没错 进攻台湾跟玩一样 消灭台湾20万军队 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们在解放军的眼里 就是一坨肉 是毫无意义的 为什么现在没有对台湾动手呢 为什么现在台湾对大陆的贸易占全部贸易的40%以上呢 台湾人感谢共产党的善意吧 要不是共产党压着民意 台湾早就被移平了 另外这巴炯他说啊 爱国比反华赚钱 开什么国际玩笑呢 油管上那么多靠反华赚钱的频道 你自己也是吃反华饭的 油管会给反华频道大量的流量倾斜 所有的中文用户上油管默认都是给你推荐反华的频道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傻 不知道呢 而且台湾这些反华的网红 哪个没收民进党的狗粮啊 吃狗粮你就别说人话好吗 所以我现在问八九三个问题 第一 你既然不是中国人 那你为什么姓温 你的爸爸 你的爷爷 是不是中国人呢 第二 既然你不是中国人 为什么讲中文呢 你别给我扯新加坡 马来西亚 人家可是独立的国家 你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有种 你就让蔡英文建国 你看我们到时候揍不揍 你就完了 第三个 如果爆发战争 战场在哪里 最倒霉的到底是谁 1941年毛泽东说过一句话 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 只有一个敌人 就是日本军国主义 与中国的民族败垒 而台湾这些说着中国话 叫着中国名 长着中国样貌 却敌视中国 搞逆向种族主义的人 跪舔西方帝国主义的这些人 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民族的败类 我们这些爱国的中华儿女和你们这些台独狗 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是人 而你们是狗 对于你们很抱歉 没有什么好说的 武统就完事了 武统台湾 刻不容缓 干就完了